好,來 我天啊 不會吧 你是張家芸啊 對 真的嗎 以前八十公斤,現在變成這樣 辣妹狀 謝謝你 怎麼可能啊 人家長得漂亮 那現鬼了,真是 怎麼會這個樣子 你也覺得自己碰成這樣 還有我媽媽了 是你媽媽害的 是我媽媽養得好 你們五位把右手舉起來 你們發誓 照片裡面的人就是你 現在立刻舉起手 我發誓 照片中的人真的是我 跟我唸一遍,一遍 起 我發誓 照片中的人真的是我 否則的話 否則的話 買吳宗憲三咪三 你最新專輯一千 不要,要這種東西很大耶 好,好,過棒 看看他的體重 到底減了幾公斤下來 GO 五十... 五十三 五十三公斤 二十七 減了二十七公斤 掌聲給他鼓勵 謝謝 告訴我們 告訴我們 不是說怎麼樣減胖 怎麼樣變漂亮 好不好 對啊,變漂亮 我覺得胖的時候臉就比較圓 瘦下來雙眼皮啊 而且我有矯正過牙齒 真的 這個時候在矯正牙齒 比較瘦之後有矯正牙齒 有嗎?很多人矯正都沒笑啊 沒有 沒有矯正或下巴會比較... 變尖 就是會比較變形 對... 臉型會比較好看 對...會變得比較好看 真的啊,好棒喔 你現在長得很漂亮你知道嗎 謝謝你 有沒有很多人跟你講 而且他據說是在我們這個... 北部的大學念書 這就不要提了 北的很厲害啦 很厲害的北 念中醫嘛,是不是 對,我是念中醫 而且爸爸是中醫師 你本身是不是有試過中醫減肥 這個是很多人都想要了解 有,這還蠻有效的 中藥減肥還是針灸 不是中藥減肥 是用那個針灸減肥 有效嗎? 有效嗎? 可是我覺得... 等一下我要講一下 因為你針灸減肥的時候 我以前有試過 可是他只准你吃那種水煮的菜 跟白雞肉對不對 對... 可是如果就算你不針灸 你吃那兩個東西 你也是會瘦啊 那我覺得針灸不是這樣 針灸它是說 它有一些像小腿比較硬 它可以讓它比較軟一點 比較好減 但其實我覺得最常用的就是耳針 耳針 這是好像目前來講最平常的 你本身能不能提供一個 最好的減肥的方法 最好的減肥方法 當時最快的兩個月的速度 減15公斤 這是用吃減肥餐還有和游泳 減肥餐怎麼吃能不能告訴我 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很多都知道 是所謂的三天餐 比如說早上他會讓你吃烤土司 然後還有一匙花生醬 然後一杯茶 就是涼得好好的 對... 然後中午的話就叫你吃什麼 一片... 一片餅乾還有一杯優格 可是那也不會很餓嗎 你一整天都吃不夠啊 剛開始吃得滿少 後來越吃就會覺得它東西好多 吃到最後一菜的時候 你會不想吃 食量自然減少 對... 還是也可以問我來 我的減肥餐是這樣 那個麻辣鍋一鍋 香蕉拌鼻 還拌鼻喔 拉到一肥東西 拉到膽子都出來 對... 人家所有剃趴心腿 賣三天的老闆 就是這個說法 就是一下就瘦了 怎麼樣 要不要到我們家來減肥 不要 不要 好,來一筆 有沒有什麼問題想要發問給他們 來,請回寶座 有沒有減肥方面的問題想要問的 現在都夠瘦了 我覺得五號啊 他最驚人的不是他瘦下來 而且他根本是完完全全變成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 而且... 而且... 對不起,我這樣講不知道會不會傷到其他人 你們看所有人 他的腿是最漂亮的 而且他連腿的線條都非常的勻 太傷人了 不會哦 真的傷人沒有露體 二號的腿也很漂亮哦 對啊 真要講腿的話 我們一號也是... 也是有減肅的哦 你知道小腿真的很難剪耶 因為小腿都在運動 大腿更難剪 可是腿很難瘦 下半身是瘦到一定程度後 才有辦法剪掉 對啦 人家說醫生最怕致咳嗽嘛 對不對 減肥最怕致大腿、小腿 是最難的 那個四號也不錯 好,大家剛剛有選一號的是哪一位 都沒有人 沒有 恭喜你們 這一萬五千元的獎金 就分給你們當作獎金了 當作我們車馬隊 掌聲再給他們鼓勵一下 謝謝 好的 觀眾朋友看到這裡 肯定認為就是說 真的是美人 怎麼可能呢 對啊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漂亮比較重要 胖跟瘦 我覺得現在女孩子的話題 好像就是減肥的方法這樣子 其實滿痛苦的 要有自信比較重要 對啊,我自己覺得如果我不是在演藝圈的話 我就會讓自己吃得比較開心一點 因為我記得有一個國外的模特兒說 他從當模特兒的那天開始 他永遠是處在那種飢餓狀態 那很痛苦耶 對啊,真的很痛苦 那日子怎麼過 而且我覺得真的是 我覺得胖色不是貴重 氣質真的滿重要 你看有很多那種騎摩車不戴安全帽 穿多鞋都出去賣檳榔 吃檳榔什麼的啊 那個都瘦得不得了 腿都很美耶,是不是 對啊,就不知道為什麼 就覺得身材好像不錯 我覺得價值觀偏差 我覺得氣質很好比較重要 對,有道理 只是看他們減肥成功 非常的開心 馬上我們要舉辦一個遊戲 我們來比賽吃蛋塔 吃蛋塔 跟你介紹一下 兩個蛋塔等於一頓的正餐 誰呢 吃最多呢 我們機票就贈送給他 真的還假的 好假耶 真的 真的,我們準備一下 來...吃蛋塔 好,現在馬上要比賽吃蛋塔 那當然為了我們這張機票 我們當然要拚命來玩一下 但是啊,因為我們這個 兩個蛋塔就是一頓正餐 真的 對,所以它的卡路里算非常的高 可是這個蛋塔 這現在還要排隊才買得到那種耶 那當然,乾脆今天來這裡 好好讓我一次吃個過 你們一人吃一個 剩下給我包回去 現在馬上在槍身之後 30秒 吃最多蛋塔的 就能獲得我們來回機票一張 我們在這裡 預備 開始 加油 這種速度拿不了機票的啦 快,加油 最少要吃三個才能拉機票 加油 加油 好好吃哦 好想吃哦 對,好好吃哦 我們都想吃都吃不到 加油,你有機會加油 加油 加油 2號追上了 快,2號 2號現在追上了 5號,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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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力 用力胖回來 加油 用力胖回來,快 好,時間到題 好 剩下三個都淘汰 好,這淘汰 2號還不錯 2個半 3個 3個 淘汰 這兩位 哎呀 哎呀,就差那麼一點點 來,5號跟2號 我們來比較一下 5號吃的稍微多一點 先拿走兩個 這是一樣的 所以就看這一半啦 觀眾朋友 你們自己 張開眼睛自己看一下 因為這是關係到機票 當然是這個啊 他這個還有 這個只吃了一口嘛 他這個明顯吃了兩口 是兩口 所以這邊呢 以些微的這個差距領先 恭喜5號獲得來回機票一張 謝謝 謝謝他們 感謝他們今天來參加 其實你們現在減肥之後 每一位都變得很漂亮 對啊,真漂亮哦 我們在這裡再次祝福你們 能夠達成你心裡面的一個願望 好不好 再次熱情掌聲給他們 謝謝 馬上進入下一位單元就叫聲 誰是大騙子 人類味覺主要是由精密複雜的 味覺神經所主宰 當味覺神經的訊號傳達到腦部時 會帶動臉部做出反射動作 而產生不同的表情 這些表情 就算受到壓抑與克制 別人也可以從一些蛛絲馬跡中 嗅到端倪 究竟誰吃到恐怖的東西 他們的忍耐極限 到底又是多少呢 你能立刻找出元凶嗎 讓我們一起來找找看 誰是大騙子 第一道菜是印度的很恐怖 雞腿 印度紅燒辣雞腿 它的雞肉是由含醋的特質調味料 醃製而成 麻辣的程度 絕對讓你頭昏腦脹 讓你搞不清楚東南西北辣啊 王力宏,請開始 好紅哦 看起來好辣哦 可愛的是用吃沙拉的叉子 對啊,好小的叉子哦 你吃啊 王力宏的嗎 這聲音好噁心,你知道嗎 這聲音好噁心,你知道嗎 好像蠻好吃的,好香哦 不要切 好,第二位 柳涵雅 每個人那都好紅 看起來好辣 哎呦喂啊 真的不能吃辣 好不好吃啊 好 再來是我們張客飯 今天不客飯啦 今天客機 比較大塊 關我什麼事啊 好 鄭彥麗小姐 這是,真的是印度拉死你雞腿 拉死你 不會不會 你吃 上次來也是用這個表情嗎 沒有,他真的是一貫道的